大家好,我来自老娃,在杨玛丽,是陕西媳妇 最近呢,收到了很多私信 都是想知道我和我老公办结婚中都有什么证件 要一个一个的回答里面的私信呢,真的太多了 回也回不过来,所以呢,今天我来拍一个视频就是说 我和我老公办结婚中都有什么证件 我也不是反路,我也懂得不多 但是我今天说的就是我这几个人都经历过了什么 给你们分享,看看你们能不能用到 或者能不能帮助你们 我的证件呢,是在房子 带你们一起去看看,都有什么证件啊 我老公的证件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也不知道都有什么,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这呢,就是我们两株里的证件 我大嫂呢,也是老娃的 我们的兄弟现在不只是住在一起 我们的证件都结婚马上到三年了 都是放在一起的 一副的是我大嫂,一副的是我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啊 证件是非常非常多的 大家看一下这么多的,都不知道里面啥是啥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已经把它分开好了 这边呢,是我的 这边呢,是我老公 我们来看我老公的证件啊 我的呢,就不看了 因为我老公求了我呢,他是想在中国这边 把他的证件办好了之后 啊,他再拿出老娃 走到老娃呢,拿他的证件处 翻译好成老娃字 之后呢,我的证件处可以办了 所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老公的证件 在中国这边办的都有什么什么的啊 第一个就是单身证明 第二个就是 违法记录 第三个就是父母同意书 第四个呢,就是 结婚保证书 送女方回国的保证书 第五个 个人简历 然后下一个呢,就是 个人财产申报 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我老公 他自己写的 他走到了我呢,我们那边 书要他,在我那边再写 呃,就是个人的财产吧 最后一个呢,就是 体检身体 这个证件为什么一个证件 要有两张还把它夹在一起呢 因为一个的是 中国字,一个呢,是老娃字 我老公呢,证件不止这么一点 还有很多的小证件 比如啊,新婚状 翻译成老娃字啊,护照 护护博 这些证件还有很多的小证件 我就不说了 我今天呢,跟你们分享的 就是一些特别重要的证件 我和我老公 巅峰马上也到三年了 我不知道现在和之前办证件 是不是还是一样的 如果你想找老娃媳妇 或者你已经有了一个老娃媳妇 但是没有结婚之后 你想出办的话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 从哪里开始 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处一个老娃媳妇 要办什么证件 要在什么地方办 然后呢,你走到地方 你出品一下里边的工作人员 他们会告诉你要怎么办的 我老公呢,他之前也是不知道的 他也是在网上查 找一个老娃媳妇 说要办什么证件 在什么地方办的 我老公找到地方之后呢 就出品里边的工作人员 有的他们能办 直接给我老公办了 有的他们不是他们那里的地方办 他们就会告诉我老公 是在什么地方办的 我老公他俩兄弟呢 就是自己慢慢找 自己慢慢办下来的证件 没有带办 也没有托人办的 娶一个国外的媳妇 肯定要比国内的媳妇 要麻烦一点 证件要多一点 才能练到结婚中 但是如果你用心来办 一定能办到的 但是今天呢 我有一个好的建议给你们啊 再怎么难 再怎么麻烦 自己慢慢办 不用找带办 不用托人给你办 不用做的给人家几万块钱 人家马上就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了 好不好 还被人家骗 到时候呢 证件也办不到 钱也没了 人才了空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你选择来找带办 把你办证件的话 你和他要写一个保证书 说他如果办不好证件 那钱就退给你 或者把证件办好了之后 你再给他钱 怎么写都可以 看看你两个书怎么说好 就怎么说 这样子做 差不被人家骗的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我有一个老乡 我们在村里面聊天呢 他说他和他的老公 结封了 但是没有办证件 所以呢 现在想办证件 他老公和他公公伯父 找到了一个人 给他们办证件 说在中国这边办呢 就是两万 才能把他老公 所有的证件办下来的 然后呢 等他老公的证件下来了之后 在老公那边办我老乡的证件 他说我老乡的人就不用过去 他自己在老公那边办就可以了 把五万块钱给他 他自己办好之后 就把证件邮过来 他两个呢 就可以在中国这边 联结婚众了 当时我不知道 我老乡那个老公是怎么想的 他婆家那里就选择这样做法 不知道那天啊 为什么也不写那个保证书 然后呢 钱已经给人家了 我老乡和他老公呢 安安静心的在中国这边 等的证件 等的等的 都等了好几个月了 然后呢 人家又说 人不出是办不了的 人要出才可以办 因为他要面试 他要签字什么什么的 然后呢 现在就是苦涨的问题 我老乡回不出 说我老乡的老公的证件 要过期了 六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 就办不成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老乡他说 他老公的证件 就是六个月的时间 就要过期了 过期就办不成了 我老公他的证件 是没有时间过期的 我的是有 从老我来中国 这有三个月的时间 如果你不脸结婚众 过期了 就脸不到结婚众了 我老乡说 他老公的证件 有时间六个月就过期了 是那个代办这样说的 所以呢 就有二十多天 或者几十天了 就要到时间了 我老乡现在呢 也回不出 所以我老乡说 要他把我老乡的证件 拍照过来给我老乡看看 他们都办了什么什么证件 那个代办就拿不出来证件 说来说出 那个代办直接开口说 证件是没有办的 一点都没有办的 把我老乡气死了 七万块钱 一个证件都没有办到 现在呢 我那个老乡活得不如死 死吧 还死不掉 哎 钱不知道能不能要回来 因为人家也不是很认识 就是听说 也是他们那里的人 都不知道 能不能把这个钱要回来 所以呢 那如果你们想找老我媳妇 或者已经有了老我老婆 想办证件的话 自己妹妹打听 自己妹妹办 一定会办到的 在中国这边 办证件要不了多少钱 已经能办下来了 我老公办的时候呢 最多呢 就是给自己吃 超费啥的 办证件有的都不要钱 有的他们也要 但是要的很小很小的 然后呢 在我们老我那边办证件 人不出是不行的 一个人出都不行 必须要两个人出的 如果你一个人出 你要给谁接纷呀 政业虽然有了 但是人不来 他们都不认的 必须要本人出办 本人不出 什么都办不了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们判到这样的问题 有人说 你直接把钱给我 然后呢 我给你办 这样那样 你人不用出 我直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了 你不用相信的 现在呢 虽然好人多 但是也有坏人 今天呢 我的视频就封闪到这了 谢谢大家观看视频 谢谢点赞和关注 下次我们再见了 拜拜